又到了乌鱼收获的季节了 台湾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忙碌的捕捞 因为现在正是乌鱼最肥的季节 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 台湾的养殖户们养这些鱼捕鲁肉 只为肚中的鱼子 鱼肉只是顺带的 最主要的是以鱼子为主 里面的鱼子可以制作成乌鱼子美食 可以卖出很好的价格 是鱼肉的好几倍 而且也更好卖 鱼子取出来立马就会有人高价收购 根本就不用愁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 他们是如何取鱼子和制作成乌鱼子美食的 乌鱼在捕捞装车的时候就会用冰鱼 使他们失去活力 谢谢大家